週一到週五 歡迎鎖定新聞大白話 YouTube頻道 為你帶來最新的政治解析 跟大學風向 自由時報有一篇報導 他說這個韓流吹到美國去 PO了幾張照片 說這個韓粉很興奮PO圖 結果被網友打臉說 你嚇死人了 到底怎麼回事 是有這個韓粉裡面 他們先PO出了有一些照片 說這個紐約的時代廣場裡面 所有的廣告 全部都是韓國瑜 還有其他的這個 可是其實這個 常常玩手機合成APP的人 一看就知道 這其實是合成的 不知道他到底是一開始 有人覺得很好玩 把它合成了 然後其實也許合成的人 一開始是沒有惡意的 有一種可能 就是他可能覺得是好玩 這個也是挺韓的一種表現 另外有一種可能是 他是惡意的 惡意這樣子這個合成 讓有些人誤會 最後變成塑造成 是韓粉鬧了笑話的感覺 我覺得每一種都有可能 因為你已經不知道 合成的源頭是什麼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 韓家軍的人 現在已經開始做了 這一個縮帖 他說這些都是合成的 而且他們認定說這是假圖 是有人要製造這個 要做些這片來騙韓粉的 故意的惡意傳播 要損害韓粉的形象 我剛剛說合成APP 就是譬如說像這一種 它同樣一張的自拍照裡面 可以一下出現在街頭 一下出現在電視機裡面 它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APP 這個一紙畫一畫點一點 你就可以合成到這邊 連我點一點 我也可以上紐約的時代廣場 這不是很難的事情 不然把我們節目的Logo 翻上去 好 馬上 但是這個網路上你不要亂黑 現在開始韓粉也不那麼好欺負 有一個人他留言說 這個韓粉就是老人家智障 結果後來就有人開始 就報案了 就報案了 只是說我不知道 說韓粉是老人家智障 這個能不能告 因為韓粉感覺不是針對一個人 是針對一個群體 但是因為被告之後就麻煩 你就上警察局 然後你就後現很多的一些 所以我覺得你可能不要對 不同陣營的支持者裡面 這個隨意的攻擊他 那針對這些事情 我們現在問到這個 非常有名的YouTuber 高雄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你好 兩位好 林小姐請教一下 就是這個合成的照片 你昨天是不是也有看到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個就是在Line上面 還有在社團裡面流傳 但是我們大部分人看了 都覺得很奇怪的一個東西 那因為我覺得如果是韓黑或是1450 可能也不要花那麼多的時間 去合成市長的照片 所以我大概就查了一下 就是以圖搜圖 然後搜出來是一個那個 網上其實已經很久的一個 那個手機APP 然後大家發現就是比對了一下 這些照片都是那個軟體裡面 可以合成的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 是出於什麼樣的心態 到底是好玩呢 還是就是壞呢 然後故意PO這些照片 然後就是去欺騙韓粉 說這個現在在紐約 在那個什麼社谷都立看板了 韓粉那個什麼韓國瑜好厲害 什麼什麼的 然後這就很像那個所謂的 黑韓產業鏈的那種產製中心 有沒有 先放一個東西出來 然後接下來讓綠媒去打他 可是事實上這個東西 跟韓粉是有關係的 很可能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可是我覺得這樣做 非常的不厚道 因為是一種刻意蓄意欺騙 並且栽贓抹黑的方式 要去這樣子攻擊韓粉 連小姐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不公平 不厚道的行為 可是我們現在也看到 韓家軍好像就開始要 開始要來這個提告報案 那這個事情又是怎麼回事呢 是 那個是網上的一個網友 因為他看到那個很多綠營的人 還有包括綠營的名嘴 在其他友台 不斷的教人家去告韓粉 就是設計一些事情 然後引誘韓粉 然後因為很多韓粉裡面 總是會有幾個 可能會講話講得比較過頭一點 他們就教人家鎖定 這些韓粉去提告 所以有的韓粉也火大了 好你告我 那我告你啊 就來來回回一樣嘛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事情 長久循環對台灣社會 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建議網友們 不管說你是哪一個陣營的人 你在批評的時候 可以有理有據 那不需要就是出言去辱罵別人 甚至我們都看到 有更多非常誇張的 對於韓國瑜 甚至對於韓粉 非常嚴重的那種言語霸凌 這些並不是沒有代價的 只是人家目前沒有告而已 並不是代表說自由民主的社會 就可以讓你言論無下限 我們心裡面還是要有底線 要有那一把尺 林小姐 那是不是這個韓市長通過初選之後 這些韓黑的資料越來越多 我覺得是越來越多 現在每天都覺得好累 而且接下來可能會更多更多吧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1450或是韓黑 其實就是在認證 他們不斷的在放消息 包括昨天的一些 那個什麼粉專的民調 就是讓大家自己去投的那種民調 都在強調一件事情 就說韓國瑜不強 韓國瑜很弱 可是如果韓國瑜真的很弱 不強的話 為什麼1450和韓黑 還在不斷地打壓韓國瑜呢 那表示其實大家 看他是最大的敵人嗎 所有人都看好他 連1450都看好他 是不是 好 謝謝林小姐 因為以後更嚴重的 謝謝林小姐 謝謝 拜拜